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对于AI的后市市场的看法是比较多空分歧的 现在被华尔街称为是定量投资先驱的罗伯特阿诺特 他认为说人工智慧是一场革命 但同时也是一个即将破裂的泡沫 他认为说只要看看挥达的股价和历史相比 就可以知道挥达今年的股价涨势 他认为是教科书式的大市场错觉 那么将未来辉煌的商业前景当做是已经发生了 所以才会让挥达的股价出现了大涨的情况 不过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说 目前生成是AI造成晶片的短缺 并非台积电制程的产能不足 而是Coast产能的突然增加 增幅是往常的三倍之多 产能大约是一年半之后 就会赶上客户的需求 那么塞报的产能 他认为是短期的现象 所以Coast在公补应求的一个部分 是即将获得解决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台大电机博士张晴玉 肥一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肥一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信富 大家好 财经专家游廷好 大家晚安 好 我们先请教陈彦 我们看到摩根大通 竟然提出了这样一个最新的说法 他说金融市场正在酝酿一场危机 而且让大家很担忧 竟然说未来六到十二个月之内 会带来很多的痛苦 那这一次小摩 这份报告我觉得让人特别的震撼 因为他说未来六到十二个月有危机 可是我们现在日子不是过得很舒服吗 甚至连联准会都决定可能不升息 那大家担心的说衰退 他也说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衰退的可能性 那照道理未来六到十二个月 应该叫歌舞升平 那怎么会变成是有危机呢 小摩就摩根大通 他的策略是Marco就特别说 过去几个月 我们所担心的这个问题 其实更为负面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利率的一个问题 他说目前来看 难道下半年不会有再升息的可能吗 利率不只目前维持在高档 下半年如果利率在上升 还是有可能带来连锁反应 而且他难道都忘了地缘政治的风险了吗 俄罗斯俄乌战争的问题还在 而且其他的地缘政治的 这个情势也在升温 那这个部分大家都忽略了 那这些未来所带来的问题 会不会产生导致股市波动加剧 所以他认为 认为金融市场正在酝酿危机 而且这个危机可能会在未来六到十二个月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痛苦 那不只这样 其实彭博的这一篇报导 我觉得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 他特别谈到这一个事情 他就说在九月二十号 因为目前九月二十号之前 通膨的数据目前看起来 应该也不会让联准会有 后面有太多的动作 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 就是我们认为联准会 应该是博神席 好 可是问题是很奇怪 就是全球至少有40家 投资级的信贫公司 在劳动节结束 隔日也就是5号这一天 发行债券 你为什么要在 这个5号这一天来发行债券 是不是担心 未来持续升息的可能性很高 因为目前两年期的 美国公债的殖利率 已经摊到百分之五了 那也就是说 未来如果持续升息的话 对这些投资等级债券的公司而言 他发出来的这个利率 一定要更高 不然吸引不了投资人 那我现在来发行 我是不是可以锁住 先锁住稍微低一点的利率 大概就这个思维 先把低利率先锁住 当然你说跟过去比还是很高 可是跟未来比 我可以低一点 我先锁住 我的成本就比较低 那所以是不是代表 大部分人认为 未来升息的几率 还是很高 那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如果还是会持续升息的话 那按照这个摩根大通的一个说法 那未来的痛苦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 你看ISM所公布的最新数据 八月份服务业 就非制造业的IMSEN指数 还在持续扩增 而且来到六个月的高点 其中新订单跟招聘的部分 也都不错 可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事情是 这个部分所带来物价指数的一个攀升 是不是又会让通膨的压力持续升高 通膨的压力还是大 那是不是呼应了小摩认为可能升息 继续升息 那也呼应了我们刚才讲 这些投诊在发行的公司 他们一定会对未来去做一个 先想到还有可能再升息 而且现在服务业扩张 又带来另外一个隐忧 为什么我讲带来另外一个隐忧 因为你过去在美国 我其实比较难理解 因为我也曾经到美国的关岛去 那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要付小费这件事情 对 一定要给小费 我有点难以理解 因为它上面的 只有几个选项 就是那种15% 25% 我觉得那个比例非常非常高 可是大家都说 在美国就是这样 你要去接受 它通常不同的州 不同的城市 通常给的这个范围也不太一样 而且你不给的话服务员还会很生气 会追出来 而且会觉得你不尊重他 对 一定要 可是问题是 这个小费制度 不只是我觉得很怀疑 66%的美国人 对小费制度也越来越反感 为什么 你说你去餐馆用餐 你有服务费 可以理解 为什么现在还有什么生活工资 厨房费 健保费 各种名目 巧利名目 对 你这个是不是一种 一种叫勤勒吗 对不对 你刻意的用这样的方式 来增加你的小费收的一个比例 甚至不是说什么 我刚才讲15 20 18%好像还可以接受 现在有40% 而且甚至现在更严重的事情是 我去某咖啡店 或者说连锁店 我外带 那这有什么服务费 我的产品的价格当中 不是就包含了 你们出这个产品给我的钱吗 那变成我拿了外带 你员工还在那边瞪着我 要我付小费 所以现在美国的消费者 对这个部分也越来越不满 6成以上的美国人不满 因为40%真的是还蛮夸张的 那问题是餐厅 他们去用低薪招聘 所以看起来我刚才说 这个数字招聘增加 新订单增加 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一个隐忧 所以我给你很低的薪水 我也只能够收服务费 我感觉我的成本好像很低 我也大量的招聘 可是我就巧利名目 对民众来讲外食的成本提高以后 会不会产生另外一种反扑 当然现在我们在看 整个美国的 不管我想年轻人也好 或是新一辈的刚出来工作 他们都觉得负担越来越高 你看1980年初后的千兮世代 所得低于上一辈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照到你经济成长的情况下 你的薪资所得应该会跟着调生 这是一个诡异的地方 另外一个1990年到2010年 这叫历世代 薪资条件更为延距了 百分之有七成的年轻人 18到34岁 他说正在或即将接受父母金援 可是在美国就我们的理解 是不是你成年 你就应该独立出去工作 可是另外一个层面 我又看到加州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去住帐篷或是露营车 可见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怎么办 因为如果没有父母的金援 真的要 因为美国人大部分是不买房 用租的 那这个负担会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另外一个更让人担忧的是 七月份靠工资 就靠工资的月光族 就说我拿到薪水 那美国是每个礼拜发薪 所以等于我一领到薪水我花光 所以叫周光族了 不能叫月光族了 你知道上升到多少 百分之六十一 可是我们又觉得说 可是美国很多高收入的家庭 我们就以十万美元的家庭来看 年收入超过十万美元的家庭 这个我们把它定义 要高收入家庭 你知道有四十四%的人也认为 他们现在是捉金见肘 很辛苦 薪水这么高 薪水这么高 还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叫体感最穷 就是说你看到很多的数字 所以为什么呼应 再回来呼应 小摩梭六到十个月危机 我觉得好像是蛮有道理的 其实不止美国这样子 在中国大家也说 大家消费锁手 不过我们看到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强 他说今年年初设定的 这个5%的目标 原本大家觉得已经不太可能 但是他说一定会达到 不过另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这个数字 就是在今年七月 中国银行机构 违约的情况竟然高达 有两百七十一家 对 当然我们在看美国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那你中国有办法吗 李强他是跳出来讲 而且你看他是在印尼的时候 东风协会上 等于是再度强调 这不是我们之前年初 在谈的那件事情 大家都认为说不可能 他说再度强调 今年5%是可期的 可期的 而且他要跟这个东协互为发展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双方合作 捞不可破等等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有一些数字所呈现说的结果 可能不是这样 为什么 根据八月的一个出口规模 2848.7美金来看 是年减8.8 这已经连试减了 如果你持续在年减下去 你今年真的要达到5% 你的是自我感觉良好 还是你有一个 我们不知道的利润的基础 这个我们不晓得 这个我们不晓得 那进口的部分也放缓 年减幅也达到7.3 这当中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之前我们谈房地产 债券违约这些事情之外 最近这个数字 其实确实值得关注 7月份中国银行机构的商票违约 中国银行他们所开出来的商票 那有所谓的成对人 结果既然违约高达 271家国有银行 包含分支地方 成农商行这些分支机构 增加了多少家 239家 本来6月才33家 我看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有点吓一跳 这个月震率是356% 这个很惊人 所以我还是在讲 李强的底气在哪里 不知道我们还得去观察 但从外围 就是说有时候 这个叫外围的人 他在看的时候 他自己会比较客观 像宾市的执行长 他在这一次德国车展 虽然说这一次德国车展 很多中国的车系有去参加 但是宾市的执行长 也特别讲他说中国有些结构性的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 大家记得 他不是一个短期能够改变的 所以他也说不要指望说 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短期能够改变 能够产生一个短期 快速增长的一个效果 那像美国之音也特别谈到 他特别谈的这个 其实我们在外面的人在看 不理解这中心到底有什么差别 但他这个报导 我们特别看一下 上面有很多的图 他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有民众在做抗议 抗议当然可能地方政府的问题 还有包括银行 这个可能不能提领存款的问题 还有包括这个房地产的问题等等 还有包括公务员被减薪的问题 这个很多 可是我必须提醒大家 其实维权抗议这件事情 在中国过去是 不太可能你去做出这件事 那等于你现在是豁出去了 我豁出去了 因为如果你不让我正常的工作 我的钱领不出来 我的房地产自己买的不能住 你要怎么再去看我这 我觉得不重要了 所以这个会不会未来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忽略 因为美国之音台报导 我们也提出来跟大家讲 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 就业的一个情况 过去我们一直在讲说 高失业率的问题 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 那我把职缺 我开更多 我能不能让更多人有工作 可是这里面产生一个问题 我养不起这么多正职的员工 怎么办 那最后我把正职员工都开除 可是这样子又违反了上面的政策 你必须提高就业率 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来搞一个叫灵活就业 可不可以 我一个案子本来是 十个怕 我本来是一个人做 我把它拆成十个部分 我请十个人来做可不可以 第一个我不用养那么多人 第二个我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当然这里面产生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人薪水被十个人分 所以就除以十了 对那同样的大家的收入并不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叫做零工经济 这个叫零工经济 那目前这种所谓的零工经济 尤其是在一线城市 你看已经占了二十五点六 这个比例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未来如果持续增长 可能扯到四亿人的这么多的情况下 到底能不能达到李强的百分之五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好 刚刚诊验到我们看到呢 虽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认为说 在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还是可以达到原本所设定 百分之五的目标 但从目前整个金融机构 违约的数量暴增 而且抗议的这个民众也越来越多 目前来看呢 中国在内部还是有很大 在经济方面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么同样对外呢 现在也是面临到美国的制裁 华为在美国的制裁情况之下 这几年大家都说压力很大 不忘请教听 现在是不是已经成功突围了呢 在苹果新机 在下礼拜他们要发表之前 华为很突然的忽然就发表了 他们最新的这个旗舰手机 而且呢 好像市场反应非常的好 现在更传出说 中国现在开始禁止 他们的这个官员 去使用苹果的一个手机 没错 其实这个从政治层面来看 也可以理解 你看我当边的时候 大家也不能用陆系手机 直接收起来 本来晚上七点到八点放风时间 大家都可以滑手机 只要买小米的华为 就坐在那边干等 很可怜 所以这一次中国引你把 用iPhone的命令扩大到政府支持机构 或者国营企业的敏感部门 我们要来观察一下 到时候对于iPhone市场的冲击为何 因为iPhone在过去几个季度 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 扩增速度非常非常之快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两年华为衰败 三星也不行 三星也不行 整个iPhone市场 几乎是席卷中国市场 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要来看一下 基本上只要有一点点 华为带货量的拉抬 基本上就足以影响到 目前iPhone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了 可是我们也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一次全球的手机出货量 你看过去几年很有趣 大概在多少 每年大概就在10亿支左右 而且19年 20年 21 22年 一直到23年 疫情之后 你发现全球手机的出货潮 其实正在下滑 手机市场早就已经饱和了 所以在饱和的市场当中 我们观察到 中国市场的手机品牌市占 苹果还能够有这么显著的提升 就特别意外了 我们看灰色区块是苹果的市占 在去年二季度的时候 同比来看 占比才15%而已 现在是17% 现在因为三星市场 几乎被整个中国市场给淘汰 抛弃 自从爆炸事件以后 现在我们观察到 其他手机的市占 像Vivo 从去年19.8% 下滑到17.7% OPPO的部分 也从18%下滑到17% 荣耀的部分 从18%下滑到15% 就连小米也开始下滑 他们本土的品牌都打不过 只有一个红米稍微有点增长 可是我们可以了解到 居然在中国市场当中 苹果手机单价这么高 它居然是市占第一 更不用讲全球了 目前来看全球手机当中 苹果整体市占率 大概占了两成八左右 你把其他的陆系手机品牌 做加总 从第三名的小米 到OPPO 到Vivo 加上华为 全部加起来 都还比不过一个苹果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现在当前 苹果由于市占率过大之后 如果陆系品牌的代货槽 一拉出来 一下就会压缩到苹果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空间 所以目前来看 陆系品牌的手机 是没有在排行榜当中 完全没有几近前十名 尤其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我们把今年跟去年的手机品牌 来做市占 来做比较的话 华为其实已经减少非常多了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 即便华为本身市占率提升 它不一定是吃到苹果的市占 它可能吃到Vivo 吃到OPPO 吃到荣耀的市占 这个是值得大家来观察的 更何况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就算它的7奈米工艺 真的是自产化的 也不代表不能制裁你 我还印象可以制裁你的DUV设备 这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他就特别提到说 美国会继续实施 小院高强的政策 就是说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制裁 确保你任何先进制程的晶片 都无法做产出 廷号是不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担忧 担心美国会进一步的制裁 所以现在大陆官媒 已经开始为华为的新手机 要帮他们先讲文一下 对 就是说不能太招摇 对吧 还是要闷声发大财 这个是过去几年学到的最大教训 就是千万不要 为了要让自己面子争光 然后说自己的制程 研发到什么样的一个进度 那随之而来的马上就是禁令 好了 至少我们可以承认 从这一次拆解的手机里头来看 它的确并不是以前 库存剩余的7奈米晶片 而是新制造中芯的晶片 只不过它的整体效能来看 相对于台积电7奈米工艺 还有一段距离 那我们真正影响到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苹果的市占率 有没有可能随着华为的冲击 而是适度的受到一些衰败 那第二点是 如果中芯能够推到这样的一个进度 是不是意味着 整个中国的产能已经显著拉上来 对于台积电未来 会不会有显著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以中国半导体的致敌率来看 当时在2010年 基本上幅度很低 那个在9%而已 现在已经接近到两成 虽然大部分都是成熟制成 但也证明一件事情 成熟制成的叠价潮 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是以成熟制成 月产能来做观察 在2021年 台积电就算是成熟制成 22到28奈米 它仍然是最大的制造商 每个月可以生产18到19万片 第二名就是台湾的联电 5.5到6万片 而且整体我们看到的量率 大概是98%左右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成熟制成制造商 格罗芳德大概在4.5% 那三星已经逐步放弃成熟制成 因为毛利率太低 我们看到第五名到另一名 才是陆系品牌的中芯和上海华丽 当时在2021年 就算这两家加起来一个月 也差不多就5万片 连联电都打不过 整个中国市场的半导体 它的产量 抵不了台湾的一家联电 在2021年的市场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很清楚 随着中芯和上海华丽 目前承收制成的量率 已经有显著提升 量产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目前来看 到2024年 就明年中旬的时候 中芯加上上海华丽 月产能大概是14万片 14万片 那就等于把联电 格罗芳德 即便这两家都在扩厂 但是很顺身就超越过去了 到时候会仅次于台积电的24万片 换句话说到明年全球第二大的 成熟制成的制造经济体 应该就是中国大陆了 也就是说成熟制成的叠价潮 一定会出现 OK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就有两种角度来思考 未来的半导体 第一个就是先进制成 以台积电为首的 Intel三星 目前来看不会有太大问题 虽然产能会有适度的下滑 但是大部分是移交到美国生产 你最后还是可以转嫁给消费者 比如以先进制成的产能来观察 台湾本来在22年是78% 25年会下滑到69% 韩国从21%下滑到18% 那中国会提升吗 中国目前来看 因为缺乏相关设备 应该还是有限的 但是美国会提升12% 只有美国提升 这12%可能有接近八成 都是来自于三星和台积电的产能 所以影响不是特别大 成本比较高 到时候转嫁给消费者 吃亏的一样是美国厂商 可是如果你是以整体晶圆代工 也就是加上成熟制成以后 台湾从47%下滑到43% 中国的部分会有显著提升 从24%提升到27% 韩国也会下滑 所以换句话说 基本上我们看到 未来的世界当中 从这次华为事件 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因为 现在苹果仍然是台积电 最大的客户 占总营收有24% 所以如果华为 它的市占率的提升 影响到下礼拜 i15的推出的话 对于台积电的 台积电会有影响 因为它是它最大客户 第二点 如果是单纯从先进制成来看 由于这一次的7nm工艺 表现不是特别好 而且美国商务部 随时可能会来一刀 所以台积电到目前为止 先进制成的领先 不用太害怕 但是第三点就很重要了 也就是中国 尤其在成熟制成的 半导体的自给率 目前来看 明年的产能 它就会大于连电 也就是明年 整体成熟制成的 显著叠价潮 不管景气复苏 有没有出现 它一定会下跌 这个是未来的概况 好 刚刚听话 但我们看到 如果说在这一次 华为新的旗舰机 推出影响到 下个礼拜 苹果新手机的一个销售 对苹果是真的很不利吗 甚至会影响到台积电 现在也有投资机构的报告说 假设华为的 这个手机的销售量 我们看到可以达到 500万只 那么他说可能会让 苹果的iPhone15在 中国大陆可能会因此损失 高达38%的潜在的市场 要请教这个幸福哥 那么下个礼拜刚好 就是苹果的新机发表会 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会冲击到平概股的表现吗 那因为这一次华为推出的这个MAT60这个手机 不管是线上的网路预购 还是线下的实体通路 目前看起来销售的状况真的都还不错 算是这两年以来 这个中国大陆本土手机 推出一个算是功能配备比较强的一个旗舰机种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光上市前五天已经卖了85万只 那这个其实他们就算过 大概跟去年iPhone14的系列 在中国卖的差不多 那接下来如果销售持续增加的话 现在已经有预估 可能未来四到五个月 有机会卖到500万甚至到600万只 那整体他们预估这个系列 有可能会卖超过1000万只 那这个当然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什么 iPhone15的一个市占率 像刚刚前面廷号就有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官方 或者说一些所谓的敏感机构 现在都说不行不行 不行用苹果的手机 不能用苹果手机 你在家里怎么用那是你的事 但是你到单位来上班 那就不行 甚至现在还有传出来 有一些民间企业 他说只要员工买华为的手机 我就补助你一半的 用这样的方式支持他们的国产 就补业一半 对对对 当然他有一个方法 不是说你买 他说你要在职未来六个月 就是说你都有真的在用 不是说我补电力50% 你拿手机拿去转手卖掉 赚那个差价不行 他有这样一个设计 就是说支持他们自有的国产品牌 那我们来看 其实华为前两年 因为他的这个晶片被美国限制 台积电没有办法帮他代工 你可以发现 他的这个出货量跟市占率 掉得非常的快 之前大概还没有被禁止之前 他全球的这个手机市占率 有机会是已经曾经一度 来到接近20% 就几乎是悬崖式的下跌 对对对悬崖式 因为他手机晶片 都没有办法攻击了 而且你可以发现 除了在这个红色的是 这个中国大陆 市占率还稍微OK之外 其实其他地方几乎已经快趋近零了 躺平了 躺平了对 因为根本没有货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目前全球的一个手机出货 当然从去年开始 因为库存太高不断的下修 不过现在有一个国际组织 叫IDC 他们也预估 明年的手机出货量 他们去估 全球跟中国大陆 在2024年都有机会恢复成长 当然这个中间市占率 可能会因为每一家公司 它不同还去影响到 不过我想如果说 整体的市占率 整体的手机出货量 有成长的话 我觉得对于全球的半导体业 或电子产业的复苏 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请看下一页 其实这边我们有列举几档个股 就是不管它是华为阵营也好 或说它是苹果阵营 到底要怎么选 对对对 就是小孩才做选择 我们一定要两边都有最好了 其实刚好这一波 因为AI股在休息 所以在手机或说NBPC的部分 刚好就顺势做了一个接棒 因为他们下半年 甚至进入第四季之后 状况真的有慢慢变好了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像这个PCB 这个手机版的龙头厂商 像华通 他昨天其实 就带量拉出了一个长红黑棒 今天稍微有点震荡 没关系 可是你可以发现 他已经突破了近期的新高 华通现在传出来就说 华为的Mate60 他有拿到订单 华通长期以来 也是苹果算是非常好的 一个长期的供应链伙伴 所以我觉得算说 礼拜四这个盘比较不好 但是我觉得 这个投信买了一段时间之后 外资也开始回过头来买 这档个股 其实两方阵营 他都有了 这个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真顶KY 我们刚刚讲这个华通 他是PCB里面算是硬板 但是真顶他做的是 所谓的软板 就是一样是PCB 但是他的一个 算是稍微结构一点不一样 真顶KY是这样子 他其实主要现在获利都来自于 中国大陆挂牌的一家 叫做棚顶投控 棚顶投控 棚顶投控 其实就是 算是真顶KY是他的控股公司 所以中国大陆 他现在如果说手机真的卖得越来越好 当然对于棚顶投控的业务来说也会比较好 业绩反馈到母公司 台湾挂牌的真顶商也会有机会 前面一段时间你看上半年手机卖得很差 股价台股现在还在1万6 1万7 今天很多股票什么广大 也算涨到历史新高 怎么整理长成这样好惨好可怜 不过现在手机业务开始慢慢恢复 它是全球最大的软板供应商 我想这个也是有帮助 另外我们刚刚前面说到 现在苹果也开始采用Type-C了 这个有一些相关的USB的相关的公司 比如说像预创 它的股价最近也是开始 从低档慢慢开始往上了 这个其实不只是预创 最近还包括像什么创维等等这些都有 最后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 那鸿海怎么办 如果像刚刚提到讲的 这个华为卖得好 可能会抢到这个苹果的市占率 那其实当然对鸿海来说 可能就会是比较负面因素 因为现在华为的手机 之前传出来说 比如说它是给比亚迪代工的 不是说给鸿海 鸿海主要还是代工苹果 那现在你可以发现 这波鸿海的股价 确实是今年大型全职股里面 走得比较弱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持续的观察 就是说是不是苹果的手机 新机推出市场的反应状况 预购或市场的反应 如果说比较剧烈 或比较好的话 我想对于鸿海的股价来说的话 会有比较好 不然的话其实如果真的会 因为华为这个手机 卖得好去影响到苹果市占 其实对鸿海来说的话 还是多少有点伤害 刚新福哥 但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华为 紧接着苹果都会推出 这个新的手机 那么双银概念股 是可以做留意的 不过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 在这一次大家说 这个华为的手机 让市场觉得蛮惊艳的 我们去拆解它的手机 很多人就说 是不是中国的半导体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 这么落后 华为的心机 我们要请教张博士 外界很好奇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出 这个7奈米 外界分析说 可能他们使用的是 用多重曝光 这样的一个技术 但是它是不是也会 相对的产生一些 像是量率比较低 等等的问题 其实就是利用多重曝光 其实它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我要做到 比较密的这样的一个 图形条文出来 那我要怎么做呢 我首先先做第一道 那我先假设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曝光之后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再把这个图形 重复再做一次 但是我有一点点的位移 中间有一点点的位置 对 我稍微把它平移一点点 然后再曝光第二道下去 那我曝出来的结果是不是 就变得更密集了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所谓 多重曝光的概念 都是这样的原理 它其实原理就是我透过这样的相同的图形 但是我稍微平移一点点 再来做这样的一个曝光 概念上来讲我可以达到 也就是说从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上来讲 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它有没有缺点 因为我们每次在平移 然后我在做这样的一个曝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其实我这一道跟下一道 我是不是一定要对得刚刚好 对 因为我们现在各位要知道 我们现在的这个距离尺寸大小的等级 是奈米的等级 所以你要控制到非常的精密精准 所以你只要差一点点 可能不是这样的间隔 可能就变叠在一起了 那它良率会变得 这个良率我们从直觉上来看 它其实一定很差 很差 对 对 那有这个而且我们在这里讲到说 它必须还要曝两次 那如果要这么麻烦的话 是不是成本也会比较高 是 那我们它这里来讲 它这个要曝两次 而且很明显的 我们这样制程上来讲 我等于曝两次 我还要再做一次 所以我整个所有的程序 而且时间上我一定也拉长 对 时间拉长 然后成本变高 然后良率又很差 是 那所以在除了所谓的 这个多重曝光里面来讲 还有其他来讲 就是我可以利用 这时候我不需要两次的曝光 我只需要一次的曝光就可以 那它其实在上面 镀上一个材料上去 然后再经过10颗 把原来这样子 比较宽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条纹 我可以做到比较细的 这样的一个条纹出来 这个是SADP的方式 那刚刚那个要重复曝光 要两次的这个是LE 就是曝光10颗曝光10颗 那中国大陆是用这样的方式吗 其实来讲这个在我们所谓从 制作7nm的技术上来讲 我们在原件在这个处理器的制作上 我会做很多层 我有可能在某些层上面是用这样的技术 某些层上面是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因为它其实各有油缺点 做出来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来看 这个是我40nm这样的一个宽度 这样的一个间隙 这个是20nm的间隙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 把它做到更密 也就是所谓更小的尺寸 不过博士那个中心的7nm 如果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说它这个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所谓用DUV去做的它的极限了 如果说我接下来要再继续的 用这样一个方式 我已经很难去追赶上台积电了 是因为它其实呢 我们刚刚讲 它是利用DUV的设备来做 其实最早台积电 在7nm的时候 最早也是用这样的技术来做 一开始台积电也是用像这样的方式 对 一开始EUV没有 就是一开始还没有那么量产EUV的时候 那其实在制作的时候 台积电也是用这样的技术做 那再来讲我们来看 还有一些 我们刚刚讲了 除了量率变差 我要花更多的时间 我的成本也变高 然后从这个 因为我多重的曝光 所以我曝出来的解析度 其实会不一样 如果今天直接用EUV 直接一次曝下去 我的这个图形是清楚很多 那如果是用DUV很明显 我这个就比较模糊 对 比较模糊 这个就比较模糊 所以我的结果上也不一样 其实差距还蛮明显的 对 就是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我有达到7nm的制程的技术 可是里面一定还是有好跟 不好的 对 所以来讲 我们这里面来讲 甚至于我们如果 曾经有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上来看来讲 我的面积效率是 如果直接用EUV来做的话 我的这个效率是高140% 然后性能是20%的一个提升 更重要的是电能的消耗 是下降50% 所以其实在这整体来看 其实同样用7nm来做 可是我今天用DUV跟EUV来做 其实做出来的结果 差很多 对 还是不一样的 那在所谓我们刚刚讲到说 从价格上来看 从成本上来看 因为其实7nm的这个制程节点 其实中芯在去年 其实就有这样的新闻被爆出来 说它已经有达到这样的技术 当时它是先卖给 所谓这个加密货币 加挖矿的矿机的这样的一个晶片 那用这样的一个晶片来 当时就有一些这个业界去推估 它每一片的这样的一个粮率 用这样的技术有达到7nm 但是它的粮率只有15% 很低 非常非常低 对 所以这个来讲 如果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从所谓从成本 从经济面的角度上来看 这一定不能被接受的 对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的成本 我的粮率这么低 我做出来成功的没变成本 当时的比较是说 如果跟台积电比起来 我一片的价格是比台积电 高十倍 台积电已经是龙头 所以它的价格是 是一个top 非常一个顶尖的一个价格 那我做出来成本是高它十倍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上来讲 如果单纯从市场机制来看的话 不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 真的不划算 对 因为如果一般的公司 绝对不会买这样的一个 机面这么高的成本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大概是 大概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到 大概都是政治上的一个因素 还是感觉是硬做出来的 是比较政治的因素 好 谢谢张博士 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来看到的是 现在很多人会到日本 去买一些像是二手包包 或者是二手的珠宝 那么都是因为日币贬值的一个关系 那么日元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还会继续的走贬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